六平原的英文教室经典演说片第57集 刚来的一总统就职演说 这是第三部分最后的一部分 Let both sides seek to invoke the wonders of science and state of its terrors Together let us explore the stars, conquer the deserts, eradicate disease, tap the ocean depths, and encourage the arts and commerce 就让我们双方美术集团双方 我们尝试开始去invoke 开始invoke本来是刺激的意思 开始要做什么事,刺激要做什么事意思 让我们双方面都开始去探索wonder这个神奇的世界 这个科学的神奇世界 而不要去instate of its terrors 而不要去受到这个科学的发展武器制造的恐惧 我们发挥正能量 我们把科技用在去探索这个世界 Together 让我们双方面吸收合作 让我们explore the stars 让我们去探索星球吧 合力探索星球 让我们去征服沙漠 沙漠这个很大 让我们去多了解一下沙漠 沙漠很多地下很多能源 沙漠甚至也可以变成凉田 如果想办法把那个改变一些气候 让那个沙漠少一点 然后我们去消除 消除疾病 那疾病主要是那个病毒影响 我们在这个生物科技上面 想办法怎么消灭病毒 所以它要是早做的话 可能就新冠肺炎就可以解决了 就还是不是啊 还是在发展国防工业 所以人的钱啊 大部分就是 远的不要讲 就进入现代社会 这钱光是国防 国防就用掉很多钱了 外交国防这些用掉很多钱了 真正用在那个科技上面 生物医学上面就很少 所以如果 你说比如说有个百分之 有个百分之五 用在这个 这个防治疾病上面就不得了了 Tab本来是水龙头的意思 也是轻轻敲的意思 又有另外一个意思 动质就是探索 探索这个深海 深海都不了解吗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个地球人已经 发展那么多年了 武器也造得很厉害了 这个高楼大厦盖了很多了 经济也不错了 可是呢 对外太空一无所知 对地球土地下面一无所知 对这个地球下面 对海里面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到现在地球里面 什么不知道 都是推论 都是假设 说什么有那个 里面有岩浆 这个地下面 有很多很多层 这都全部假设 地漫 什么那些都是假设 因为你下不去 所以人 人这个陆地 只是地球上的一层皮而已 一层皮 人下去顶多下个 一百公里吧 了不起打死 是吧 那个整个地球直径 这个 几千公里 快一万公里 所以 我们只探索到地球的一层皮 连水都是地球上一层皮 地球最深的就是 马里亚 海沟 菲律宾 那边 一万一千公尺 才十一公里 这整个地球 这样是一层皮 所以这边就说 我们 发展 我们都去探测 深海 而且去鼓励 这个艺术 贸易 做一些文教 经济的活动 Label Sites united heat and all corners of the earth to command Isaiah to undo the heavy burdens and later press go free 这边引用圣经 这个圣经 因为Isaiah 在欧美呢 Isaiah 是什么意思 救世主的意思 所以那个 天主教 基督教 尤其是 犹太教 犹太教 跟天主教 基督教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犹太教 他不承认新约 那天主教 基督教是 新约 旧约都承认 所以犹太人 他们认为 Isaiah 是有 可是不是耶稣 然后天主教 基督教 就认为是耶稣 他是救世主 Isaiah 可是 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 以色列人 旧约他不承认 所以让我们都 团结在一起 to heat 在全世界各个角落 我们都去注意到 heat 是注意 付诸心理 去注意 注意到这个 Isaiah 救世主的一个 训使 command 本来是命令一个 他的一个教训 就是我们 undue 就是消除掉 我们这个 很重的负担 undue 就打开的意思 do就是 做 undue就是不做 就松开的意思 松开我们各种的 束缚 然后让这个 压迫呢 解放 所以他用这一段 用圣经里面 来讲 就说我们 大家 注意到这个 古代的 这个 先神先贤 Isaiah 救世主的 讲 我们把所有的 合作武器的 负担 解除掉 让所有的 压迫 就是压迫 老百姓 帮我们变自由 所以用这一段 调文书代来讲 如果 Bitchhead 就是贪投 他这边 调一个 这个文学的书带了 用文学的手法来表达 就是如果一个和平的 一个摊头堡 它比喻成摊头堡 当然和平哪有摊头堡 比喻的用法 文学比喻 push back会让什么东西退缩呢 会让我们的疑虑 suspicion 相互怀疑 怀疑的森林 你看怀疑哪有森林 它是比喻的beach head 跟jungle是怀疑 就是用白话文讲 就说如果我们可以 用这个和平呢 不用那个corporation 用合作呢 取代 取代怀疑 因为合作嘛 合作家互相信任 就不会怀疑 这个意思 然后让我们两方面呢 团结在一起 creating 努力一个新的 endevil是努力 我们创造一个努力 就是我们双方努力 努力什么呢 不是一个新的权力的 一个平衡 不是 而是努力什么 建立一个新 一个法律的一个新世界 有法律 有法律或国际法 因为国内法律 你不能 美国国内法律 你不能约束 苏联啊 用国际法 我们来创建一个 这样子一个 这个法治的一个国际社会 然后呢 weir 又是关系在民事 就是说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让强者 强者 就是公正的 让弱者呢 secure 可以得到安全 just secure 强的人 是公正的 弱的人 可以得到安全 然后和平 可以 preserve 可以保存 and this will not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no it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first 100 days no in the life of the administration no even perhaps in our lifetime on this planet but let us begin 但是这些我们相互合作呢 不是依旧可及的 我也知道 我刚才也知道 而这些可能不会被结束 就是不会被达成 就是在100天之内 没那么快 如果也不会 也不会被完成 在一开始的1000天 100天达不到 1000天也不会啊 1000天就三分之一年了 三个多月了 也不 不是啊 这个一年365天 这个是三分之一年 这个是 这个三年多 所以一年之内达不成 三年之内达不成啊 甚至在我们这个 administration 我们这个 我这个 当美国总统 这一任内 可能也达不成啊 甚至在我们这个 这个星球 我们这个lipetime 在我们这一辈子也达不成 但是没关系 我们开始 开始最重要 有开始 就有进展 慢慢来 但是要开始 不开始 一万年后也是一样 In your hands my fellow citizens more than mine we rest the final success or failure of our course Since the country was founded Each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have been summoned to give testimony of his national loyalty to grace the young Americans to answer the call to serve his surround the globe 这边话锋一转 有那个前面 在讲 跟那个苏联的事情 合作的事情 这边又回来 又讲 诉诸于美国老百姓 这我的 同胞们 美国同胞们 在你们手中 在你们手中 多于我手中 这国际局势 其实掌握在你们 老百姓手中 不是我总统 我总统只代言人 真正权力是要老百姓 Weblessed 会 自放于这个 最后的一个成功呢 或者失败呢 在这过程当中 这个取决在 老百姓你们手上 光是我总统 应该讲 不算 老百姓要支持我 大家一起努力 Sense这边是因为 它是连接词 因为呢 不是 Sense是自从 自从 自从这个 这个国家 美国建立以后呢 每一代的美国人 上面都被召唤了 召唤对国家 给予这个国家 忠诚的这个 发誓 Testment 事实 这次国家建立以后呢 我们先生 先到现在呢 就是美国 都要那个 誓言 发誓 保卫国家 对国家忠诚 所以你看那个 美国的 不管国会议员啊 总统啊 大国人啊 他宣誓 宣誓就职 宣誓效忠美国 要根据宪法 那最后 把神调出来 在神的见证之下 这Graves 坟墓 因为美国人 都是履行 对国家的忠诚 很多年轻人 都在坟墓里面 像美国最有名 就是阿灵顿 国家公园 很多军人 埋在那边 战死了 就很多年轻人 在墓园里面呢 就answer 就是 回答了什么东西 或者符合什么的call 就他们应什么要求 就是在全世界 为美国服务 所以我们看很多战争片 就在 这个年轻的军人 在海外战死 然后埋在阿灵顿 国家公园 或者其他的公园 那个公墓 公墓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 很多的美国年轻人 牺牲他们性命 就是让他们履行公职 履行对国家的一个效忠 Not as a call to bear arms the arms we need Not as a call to battle the better we are but the cause to bear the burden of a long trial struggle year in and year out reducing the hope patient and tribulation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ies of men 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the world's self 现在呢 trumpet 就是那个喇叭 喇叭又响起 又召唤了 这个 这个国际局势 像美术对抗 世界有很多贫穷 这个世界不太贫 又在召唤了 这个神 又吹起他的号角 来召唤美国人 但是呢 这召唤我们呢 并不是 因为我们要拿起武器 不是 不是叫我们拿起武器 虽然这个武器 我们已经 我们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 也不是一种呼叫我们去战斗 也不是 虽然那个 我们已经在战斗了 就是虽然那时候冷战嘛 but 儿是什么 but你说 但是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儿是 前面什么东西 不是 然后到这边 儿是什么 儿是一个召唤 去承受一种责任 就是经过 tri-like黄昏 就是一个 表示时间很长了 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 struggle 一个努力 挣扎 努力 year in and out 可能要花好几年时间 然后我们要 rejuicing 它这边又是框起来 就是又从哪里 掉书再找一句话 我们要 对希望充满了喜悦 我们要对 tribul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 tri-like 或者suffering 就是一种 折磨 一种苦难 我们要对 折磨 折磨苦难 我们要有 要有那个 pation 要有耐心 所以这个 一定是哪里的 有名的话 我们要 要 以欢愉之心 面对 这个 迎接 希望 我们对 苦难呢 我们要 要有 耐心 这是 这是一个 争扎 against 我们要对抗 所有的 我们的敌人 我们要对抗 他们的一个 争斗 战争 一个对抗 要对抗什么呢 tyranny 对抗专制 对抗暴君 它没有名假 就是共产国家 profit 贫穷 非洲 南美洲 亚洲 一些穷的国家 disease 疾病 还有战争本身 我们美国要团结起来 神又在召唤了 但是我们这次 不是拿着 散战场 而是要跟我们 敌对的国家 我们要对它抗争 我们要消除地球上的 专制 消除地球上的 贫穷 疾病 还有战争本身 Can we forge against these enemies a grand and global alliance North and South East and West They can assure the more fruitful life for all mankind Would you join in that historic effort 我们可以forge 就是锻炼 我们就是 制造金属 那个锻造 锻造 锻造就是 塑造一个什么的意思 我们可以 团结起来 去对抗 against 去对抗我们敌人 那我们 我们是对抗敌人 所以这两个拆开来看 我们要对抗敌人 那我们可不可以 因为对抗敌人 我们塑造一个 很大的 一个全球性的 一个联盟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 团结起来 建立一个 这个友好国家的 一个联盟 去对抗我们的敌人 不管是南北 不管是东西 国家 不管是哪里 四面八方 那我们都可以 然后 that 关系代表 那这种情况呢 可以让我们可以确保 assure 确保 一个fruitful 一个更有果实 更有成果的一个生活 对于人类 那你愿意加入 在历史性这个时刻 这个努力当中呢 你是否愿意加入呢 加入历史的努力的行列当中呢 在历史上的国家 在历史上的国家 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只有很少数的世代 被获准了 去担当这个什么角色呢 去维护自由 在这个危机当中 因为美国开国200年 也不是一直不和平 也不是一座战争 这只有少数的世代 才会去面对战争等等 就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甘蓝迪碰到了 碰到美术冷战了 二次大战刚结束 世界不太平 共产国家起来了 而且共产国家 为什么美国那么怕呢 它围堵 就从史大林 苏联开始 它就赤化 那是叫赤化 赤化了东欧 赤化了中国 亚洲的中国 北韩 它要围堵 围堵这英美自由国家 所以美国就感受到压力 所以这是整个背景 但是我不会退缩 如果从这个责任上面 我当中不会退缩 我反而会 我欢迎他 我勇于面对 我不相信呢 我们有任何美国人呢 会换位置 跟其他人去换那个位置 跟其他世代换位置 不会 美国这一代的人 不会当缩头乌龟 也不会去跟那些 太平盛世的换 那美国人应该是会 勇敢的面对这个太史 然后为国效忠 这个意思 就是这种力量 能量 这种信心 还有devotion 一种奉献 对国家奉献 会让我们 会让我们这种努力 照亮我们的国家 和所有对他效忠的人 然后的glow 前面有一个light 这边有glow 也是火光 有这个火光呢 也可以照亮这个全世界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这是他最有名的话 所以甘莱迪呢 一辈子讲过很多话 大家可能记不住了 可这句话 有名 大家 印象深刻 忘不了 所以他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so 就therefore 因此呢 我的美国同胞们 不要去问 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 而要问你 可以为你国家做什么 哇 经典之言 太经典了 这个时候 世界大乱啊 这个美苏集团对抗啊 我们这个要做很多 美国要做很多事情啊 帮联合国啊 要抵抗这个共产主义啊 要赢得和平 要消灭贫穷啊 要抵抗这个消灭疾病啊 很多事要做 这个时候 你老百姓 你不要再问 国家可以给我什么好处 不要 这时候是国家需要你 这时候是你要问 你可以国家做什么 所以这个非常有名 My fellow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not what America will do for you but what together we can do for the freedom of man 这同样的意思 前面是说美国人 这边是对全世界 全世界的同胞们 不要问美国可以为你做什么 而是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可以为这个 全世界的自由的人做什么 所以说 不要老是在想 你有什么权利 那时候你要想想有义务 所以很多人就说 老百姓啊 你不要老是说 你有什么权利啊 有这个权利 有时候你要讲一讲 有什么义务 所以国家 长治久安太平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 你有什么权利 国家有战争啊 国家没钱啊 天灾人祸的时候 就是说 你有什么义务 是不是来帮帮 帮帮帮国家 所以这个环境不一样 好 这最后一段 Findly Whether you are citizens of America or citizens of the world ask of us here to stay in high standards or strength and sacrifice which we will ask of you with a good conscience or only sure reward with history to find a judge of our deeds let us go forward to lead the land we love asking his blessing and his help but knowing that he beer and urge God's work must truly be our own 这段又把神 所以这个美国总统啊 大官啊 有名的讲话 常常就是 一开始就讲神 后面讲神 表示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做的事情 是符合神的希望 就是有一个 justify himself 把他自己的做法 一个合法化 合理化 最后呢 不管你是美国的公民 或是世界的公民 在这边呢 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呢 就是问一下 用同样的一个 高一个 一个道德的标准 一个 就是你可以 就像我们要求你 你到底可以 可以怎么样的 为这个世界来牺牲 就是延续前面那个意思 用一个好的 一个conscious 一个良心呢 就是我们所应该 所与生俱来一个良心 然后呢 你就凭良心做事 然后呢 history 历史呢 最后 final judge会做一个 对我们的deeds 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deeds行为 会做一个final judge 历史会做一个评断 到底你这个时候 要归缩 还是要负担责任 你到底这时候 只强调你的权利 而不强调你的义务 你到底要怎么做 天在看 历史会给评价 所以deeds 这是 这个行为 可是有的时候呢 你到 土地 这个 到这个 事务所呢 到土一代书那边 deeds 它就不是行为 它就是房地器 所以房地器 或另外一个 statement 这是一个声明 可是有的时候 statement 银行期来的 大哥大公期来 它又不是声明 它是对账单 所以这个 有时候 意思很会跑 让我们 go force 往前进 去带领我们这个土地 带我们国家 我们所爱的 我们就往前走吧 然后 asking 去 去这个取得谁呢 大写 就是神 神的祝福 还有神的帮助 我们祈求 神的祝福跟帮助 Bernoy 然后我们要知道呢 He and earth 在这个地球上呢 God's work 神的工作呢 Must truly be all 也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现在美国 我们是替天行道 我们在做神的工作 神他不能随时现身 但是他的旨意 我们清楚 神是祝福我们的 我们的权力来源 我们在美洲独立建国 然后一直到一世大战 二世大战 我们都在神的准许 神的庇佑之下 所以我们现在 我甘乃迪 讲了这么多话 我是在 要求美国老百姓 做一些事情 我要做什么事情 老百姓做什么 这些事情 就是神的工作 所以这一段 讲这个意思 然后你们所作所 历史会做一个评价 所以他这一段 很重要 不是这一段 这整篇是很重要 尤其他关键性的 这边 不要问 美国为你做什么 你为 美国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 拉里拉扎的 我们不是只是 把这个意思 字面意思 解释出来 那个倒不难 我把写一段 把中文写出来 念一遍就结束 不是 我们要把他的 字面上的意思 他弦外之音 还有他时代的背景 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他背后什么意义 然后那个 甚至他有些 没有讲出来的 我们的拉里拉扎 都把他讲出来 所以我们看着 我们这个经典演说 不好了解 他的字 用字比较难 可是我们要求比较高 除了把字面意思 彻底了解以外 我们也把他的时代背景 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他重要在哪里 这也可以增长 增加一些知识 所以你看这个双重的收获 一方面可以学到一些英文 的一些用法 增加你的程度 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国际局势 虽然这些都已经讲了很久 可是他其实很多东西 到21世纪还在影响 所以美国人很多的想法都是 都是从200年前 100年前一直延续下来 所以我们也助于我们那个 长一点知识 聊一些 人类一些历史上 过程上一些事情 大概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边 分三部分把他讲完